纳斯达克上涨3% 我们到底该不该追涨 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3月10日星期三 我是Joy 昨夜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涨 纳斯达克指数盘中一度上涨超过4% 收盘上涨3.69% 标股500指数上涨1.42% 道琼斯指数表现最弱 上涨0.09% 新能源汽车板块大幅反弹 特斯拉和蔚来汽车分别上涨了 超过20% 至673美元和41美元 百度 拼多多 哔哩哔哩等中概股 同样表现亮眼 三日涨幅均超过10% 美国财长耶伦在昨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不认为刺激计划会带来 令市场忧虑的过度通胀 反而正是因为刺激计划 才能令美国在明年能够重返 疫情前的经济水平 并充分回复就业 他再次重申 就算通胀走高 美国依然有工具来应对 高盛认为通过1.9万亿美元的 新冠救助法案中 其中很大的一部分会流入美国股市 预计家庭投资将是 今年美股需求的最大来源 并将美国家庭股票 投资规模从之前预计的 1000亿美元上涨至 3500亿美元 同时认为标普500指数 将在年底达到4300点 这意味着美股将在当前的水平的基础上 继续上涨13% 并将创下历史新高 而瑞士信贷则指出 美股和债券的收益率 在2月份呈现正相关的关系 根据以往的情况 股票在接下来的6个月 平均涨幅约为6% 我们再来看看贵金属方面 黄金昨日上涨超过1% 从低点1677美元 一路回升至1717美元 上涨40美元 按照顾比倒数线法则 我们需要等到黄金日收盘价格 涨超1738美元 才能确认是止跌反转的信号 而白银上涨超3% 从24.96美元 一路回升至25.93美元 上涨近1美元 相比于黄金 我更推荐目前各位投资者 更多的去关注白银 就像上两期 我在周三的直播中跟大家提到 目前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 金银比将逐渐缩小 白银上涨的幅度 会比黄金更大 但下跌的幅度会比黄金更小 投资者可以通过买涨白银 做空黄金的方式 来实现低成本获利 再购买白银 才是更经济实惠的选择 这就是我们今天盘前解析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朋友 欢迎点赞评论加展发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